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中国纺织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赴美旅游团车后伤亡游客首批家属及善后处理工作组 当地时间3号抵达拉斯维加斯 第二批家属团也于今天从上海出发飞赴美国 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东春连汗 多个省市连续升级汗情预警 各地组织力量全力抗汗 新疆陕西等地则出现大雪和大雾天气 对春运交通产生了较大影响 美国部分参议员希望强化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 关于强制购买美国货的条款 奥巴马明确表示反对 吉尔吉斯斯坦决定关闭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国空军基地 美国则希望继续使用该空军基地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节气 立春中国各地举行迎春活动 期盼好收成 春节期间近18万台湾民众参观大熊猫团团圆圆 与熊猫有关的商品也持续热卖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以下是详细报道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纺织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会议认为加快振兴中国纺织工业必须以自主创新技术改造 淘汰落后优化布局为重点 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巩固和加强对就业和汇农的支撑地位 推进中国纺织工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积极扩大国内消费 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二要加强技术改造和自主品牌建设 在新增中央投资中 重点支持纺杀制造 印染化纤等行业技术进步 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名品牌 三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四要优化区域布局 东部沿海地区要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高 资源消耗低的纺织产品 推动和引导纺织服装加工企业 向中西部转移 建设新疆优质棉纱棉布和棉纺织品生产基地 五要加大财税金融支持 将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 由14%提高至15% 中央地方和企业都要加大棉花和厂丝收购力度 会议指出 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 必须依托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大规模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工作 通过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大幅度提高基础配套件和基础工艺水平 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和产品更新换代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会议要求充分利用增值税转型政策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在新增中央投资中 安排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 建立使用国产首台装备风险补偿机制 增加出口信贷额度 支持装备产品出口 鼓励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对部分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部件 及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富美旅游团车祸伤亡游客 首批家属及善后处理工作组 当地时间2月3号下午 抵达拉斯维加斯 首批抵达的伤亡游客家属 共有13名 上海市旅游局 上海市外办和上海市东湖国际旅行社 工作人员组成的善后处理工作组 也同机抵达 上海市旅游局副局级巡视员朱成龙表示说 工作组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领导下 尽快处理好善后事宜 上海东湖国际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说 由于美方尚未确认事故原因 工作组这次无法对伤亡游客在美赔偿问题作出定论 但是对于伤亡游客在国内赔偿的问题 旅行社已经与保险公司做了协商 目前仍然有6位中国受伤游客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2人仍然有生命危险 下午收伤者家属前往医院看望了他们的亲人 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事故调查组的人员向记者证实 调查组已经和当事司机交谈 亚利桑那州警察局将会在本周晚些时候 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对于事故原因的初步调查情况 另外第二批家属团今天也从上海出发 恢复美国处理亲人的相关事宜 4号下午2点51分 第二批11名家属及随行律师和医生一行 共13人搭乘东航MU583次航班飞往美国 随队律师表示 受上海市旅游局的特别邀请 他将为伤亡游客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而随队医生将照料一位 身患重病的遇难者家属前往美国 并将为其他伤亡游客家属提供医疗服务 与第一批伤亡游客家属一样 第二批家属和工作组在美国的行程 都有美国银河旅行社安排 每一位家属都有专人照顾 此外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 4号正式通报上海各出境游组团社 建议适当调整美国方面的地阶社 暂缓与美国银河旅行社的合作 据证实上海旅游团130重大车祸后第三天 又有一个上海旅游团在美国发生交通事故 所幸只有领队和一名游客受轻伤 这两个旅游团的地阶社都是美国银河旅行社 目前上海共有42家出境旅游组团社 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旅游团队 由银河旅行社负责接待 从去年入冬以来 中国北方多个省市降水量偏小 部分地区超过百天 没有明显降雨 出现严重的冬春连汗 多个省市连续升级汉情预警 目前各地正调配水源 积极组织力量全力抗寒 农业部数据显示 截至2月2号 河南 安徽 陕西 河北 湖北 湖南等 冬小麦主产区 受汗面积达到了1.41亿亩 比去年同期增加1.32亿亩 这个数字意味着 全国已有接近43%的冬小麦遭受汗灾 现在出现了秋冬连汗 甚至还有些地方已经可能出现冬春连汗 北京地区已经连续未见有效降水超过百天 创38年来记录 陕西出现20年一遇汗情 并发布了橙色预警 安徽河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50年一遇的汗情 安徽省发布干旱红色预警 面对特大干旱 农业部启动抗旱一级应急响应 并紧急印发了9份分区域抗旱应急技术明白纸 送到汉区帮助指导农民抗旱 黄河防总进一步提升预警级别 流域区域干旱由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并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 加大黄河小浪地水库下泄流量 全力支援干肃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五省的抗旱保卖工作 截至目前 河南全省已投入抗旱资金5.55亿元 每天投入抗旱的人数达85万人 投入机动抗旱设备28万台套 日抗旱浇灌面积198万亩 陕西省房总省水利厅已派出多只工作组 深入小麦主产区指导抗旱 全省有一万多名水利职工在抗旱一线 帮助农民抗旱保春耕 安徽各地充分发动群众 挖掘一切水源 千方百计加快春冠进度 安徽宿州安排了专项资金 用于购置抗旱机具补贴 特事特办简化补贴程序 以最快速度让农民享受到补贴优惠 陕西省加强人工增雨 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飞机增雨作业 有关方面分析 二月份华北黄淮大部 江南东南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二至五成 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汉情将进一步发展 抗旱形势依然严峻 连日来中国部分地区大雪和大雾天气频繁 新疆局部的大雪天气已经持续了几天 一些地区还降下了暴雪 而陕西 四川 重庆 湖北等地大雾频繁 对处于春运期间的交通产生了较大影响 按农历二十四节起 中国已经进入春天 但是各地气温变化较大 受寒湿气流的影响 中国的新疆 湖北等地出现持续降雪天气 特别是新疆局部地区 降雪量达到暴雪程度 据阿勒泰地区气象资料显示 此次降雪时间长 范围广 累计降雪量达到历年同期最高值 而且降雪还会持续 为此当地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信号 在积雪达到五十多厘米的新疆山区 多条公路被关闭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道路 我现在是在国道216线58公里处 由于阿勒泰地区出现持续降雪天气过程 积雪已经超过了30厘米 为了保障春运交通安全 新疆阿勒泰公路总段动用大型除雪机 以每小时40到50公里的速度 清除公路积雪 今天早晨也就是8点钟吧 待会派出两辆退雪车 退雪停以后我们再派出拐楼机 把这条线黑色化 湖北西北部也出现了降雪 降雪虽然没有影响交通 但因为道路湿滑 仍然致使部分道路交通不太顺畅 另外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出现较为少见的大雾 四川境内的高速公路因能见度太低而被迫关闭 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封闭长达7个小时 受阻车辆多达500多辆 重庆的一些高速公路能见度也在50米左右 陕西境内的几条主要交通要道能见度更低 北北北北北北北西新山新山段呢 是因为能见度低于50米 按照道路交通关系法的要求 我们呢对宇武高速公路北北北西新山段呢 实行交通管制 山西湖北等地的春运也受到大雾的影响 当地交通部门不得不关闭高速公路 并派出警车为春运车辆开道 以此减少大物对春运的影响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经济刺激方案 2号开始在国会参议院审议 方案中关于购买美国货的条款 此前已经引来了不少反对声音 而部分参议员却希望强化这一条款 鉴于这种贸易保护措施 可能引发全球贸易大战 奥巴马3号打破沉默 表态反对这一条款 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之表示 在全球贸易不断萎缩之际 美国不应当发出保护主义的信号 鉴于正在审议中的买国货条款 已经激起多国首脑的公开谴责 需要确保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任何条款 都不会引发贸易战 奥巴马警告美国国会 计划的最终版本不应包含任何 可能引发贸易战的保护主义言辞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上月底 通过了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 新经济刺激计划 其中一项条款规定 任何基础设施项目 要获得新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支持 所使用的钢铁产品 都必须是美国生产的 美联社报道说 参议院的新经济刺激计划 还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 除了钢铁产品以外 项目所需制成品 也必须是美国生产的 目前经济刺激方案的最终版本 还在讨论中 这项条款是否会正式写入最终法案 取决于民主共和两党的 最终协商结果 2月中旬是奥巴马政府 为签署经济刺激方案设定的 最后期限 如果届时参议院仍未能达成一致 奥巴马将成为否决这一条款的 最后一道关卡 美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 马纳斯空军基地将被关闭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 3号在莫斯科 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谈后 宣布了这一决定 巴基耶夫表示 近年来 吉方多次与美方讨论 有关马纳斯空军基地的 经济补偿问题 但双方并未达成谅解 此外 该基地曾发生美军士兵 枪杀平民案件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当天宣布 俄方将向吉尔吉斯斯坦 提供总额20亿美元的贷款 以及额度为1亿5000万美元的 无偿援助 用于保障吉方国家预算稳定 梅德韦杰夫表示 俄方对吉方的援助 体现了两国关系中的盟友特性 911事件之后 美国利用阿富汗反恐战争 阿富汗反恐战争 事件中的盟友特性 新闻相讨